离离一圆上草,一碎一枯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这首《富德谷原草送别》歌颂了青草旺盛的生命力。 我们把具有生命的物体叫做生物,也就是说生物的体内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生命活动。 那生物都能进行什么生命活动呢?它都具有哪些特征呢? 这个视频,咱们就来说说生物的特征。 生物的共同特征一共有七点。 一是,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 二是,生物能进行呼吸。 三是,生物能排出身体内产生的废物。 四是,生物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 五是,生物能生长和繁殖。 六是,生物都有遗传和变异的特性。 七是,大多数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 居然有这么多。 不过,你不用担心,咱们可以把它继成营养呼吸排废物。 生长繁殖有反应。 遗传变异有细胞。 这下你就都记住了吧。 咱先来说说第一点。 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 生物的一生都需要源源不断地从外界获得营养物质。 你看这些小麦。 它从外界吸收了水。 无机盐和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制造出了自身所需要的葡萄糖、淀粉等有机物。 植物的生存需要获得营养。 动物也不例外。 不过,动物都不能自己制造有机物,只能以植物或者别的动物为食,从中获得营养物质。 你看这些狮子。 它们正在分享一只油猪。 真是一顿美味大餐啊。 除了植物和动物,还有微生物的生活也需要营养。 地球上大多的微生物都是通过分解动植物遗体或寄生在动植物体内或体表获取营养物质的。 这些蘑菇正是分解了厚厚的落叶才得以茁壮成长。 说了第一点,咱再来说说第二点。 生物能进行呼吸。 绝大多数的生物需要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 我们平时看到的鲸鱼喷泉,就是鲸鱼呼吸时产生的雾状水柱。 鲸鱼是利用头上的喷水孔来呼吸的。 呼气时空气中的湿气预热凝结,就会形成喷泉。 植物也需要从外界吸收氧气,呼出二氧化碳。 这就是植物的呼吸作用了。 生物的第三个特征是生物能排出身体内产生的废物。 像咱们人,有很多排泄途径,比如排尿和出汗。 可以排出体内大部分的水、无基盐和尿素。 而呼出的气体可以排出二氧化碳和少量的水。 有人会问,那响怎么没算在体内呢? 响是人摄取的食物中没有被消化和吸收的残渣, 当然不是身体产生的废物了,所以咱们不能算它。 除了动物,植物也能产生废物。 植物的落叶就能带走一部分废物,植物的呼吸也可以排出二氧化碳。 第四点,咱要说说生物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 你看这只猎豹,它以每小时110千米的速度追赶那只羚羊。 羚羊发现后,立刻迅速奔逃。 这种逃避敌害的方式,就是羚羊对外界刺激做出的反应。 植物对外界的刺激并不明显,但也有例外。 这是含羞草,苦名思义,只要你一碰它们,展开的叶片就合拢了,真是害羞呢。 看来,生物都能够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 好了,总结一下吧。 这个视频,我们学习了生物的特征。 生物的共同特征是,营养呼吸排废物,生长繁殖有反应,遗传变异有细胞。 咱们主要说了,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生物能进行呼吸,生物能排出身体内产生的废物,生物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 这些,你都记住了吗?